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审计学下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 我们审计学第36讲 36讲探讨的内容是 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 那么在教材部分 就要请大家参考我们第23章的内容 那么今天这个讲词 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个讲词 也就是审计学的最后一个讲词 那么今天这个讲词探讨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的 对一个查合工作的影响 第二个是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 它的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的特性 第三个是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的内部控制 最后一个部分就来评估 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的内部控制 当然这个讲词的内容 名称上好像很长 什么电脑资讯系统环境 简单讲就是一般通知讲的电脑处理环境 从我们审计角度上 就是讲的电脑审计 我想要了解这个 我们要先看到下面一段文字说明 让大家做一个基本的认识 在我们审计准则公报 第三校公报是谈到 他说一个受查者 受查者怎么样子 你自行或委托他人使用 各类机型电脑来处理财务资讯 就指的是电脑资讯系统的环境 你不管是自行处理 和别人处理 基本上查人 他的查目率以及查范围 不会因电脑资讯系统环境而改变 不过受查者的处理储存 以及传输财务资讯的方式 会因为使用电脑改变 当然进而就影响 他的快递之路 以及内部控制 这是我们在讲这个讲词的之前 各位要了解的 当然这个讲词 我要先跟各位同学说明 其实我们这个讲词 其实介绍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 里面涉及很多电脑技术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 对电脑认识 我们也没有在这里介绍 所以先这样说明 好 我们就看今天讲第一个部分 就是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 对查而工作的影响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审计准则公报里面 就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看一段文字的说明 审计准则公报就讲到 讲到是说 查而工作 可能因为受查者电脑资讯系统的环境而受影响 简单讲 这种的环境可能对查而人员 执行下面工作的时候 会造成影响 哪些工作呢 像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要去了解受查者的快速制度 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的程序 第二个对于固有风险 以及控制风险的考量 第三个就是对于控制测试 以及政策的设计 以及执行 其实都是会有影响 我们在执行这些工作的时候 因为它用电脑处理 当然就会有影响 除了解这个之外 我们必须下面介绍 当你面对一个电脑处理的资讯的时候 我们在理定查和计划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下面这些因素 哪些因素呢 第一个就是电脑处理会计这个作业 它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我们第一个了解什么叫重要性 就当你电脑它所处理的会计事项 对财务报有重大影响的 这叫我们重要性 和我们一般会计观点是一样 第二个叫复杂性 复杂性指电脑处理会计事项 应用的系统的复杂程度 那么一般我们讲复杂的应用系统 包括下面这些 好比说你的交易量大的时候 你是使用者不容易处理 在处理过程中发现 以及改成错误 这是我们要知道 这是面临的复杂 第二个就是重大交易或者分路 直接由电脑程式自动产生 这个你可能没有经过人工处理 这也是复杂的 第三个就是重大交易或者分路 是由电脑执行复杂的计算 或自动产生 因此它没有办法独立去做验证 最后一个复杂就是交易 它是用电子方式来进行 而没有由人工合约 它的适当性就合理性 这都是我们了解它的 在我们查计划 下面第二个要需要注意的 就是搜查者电脑资计系统 它作业的组织结构 以电脑处理它的集中 以分散的程度 这是我们在一定查计计划 时候必须要考虑 最后对于取得电脑 作业资料的难易程度 你也必须要考虑进去 是容易取得还是不容易取得 这都要考虑 这是第一个单元 那么第二个单元 我们要介绍就是 所谓电脑资计系统环境下的风险 以及它所谓内部控制的特性 那到底有哪些风险 或者它特性呢 我们一一介绍 第一个是缺乏交易的轨迹 电脑处理的话 你没有人工的处理 所以当然就不知道 第二个处理程序的一致 因为一致 它就不像人工作业 发现错后面可以改 它这个电脑就没办法 第三个 它是缺乏所谓职能分工 在人工处理的时候可以分工 在电脑的时候 完全有电脑一贯等于作业下去 所以它就没办法职能分工 当然第四个 就发生错误及舞弊可能性比较高 这里我们要看另外一段文字的说明 一般所谓电脑容易发生错误 主要它比它的原因在外面 它比人工主要 这个容易发生错误 主要原因是哪些 第一个 资讯系统开发维护及执行 较为复杂 第二个 所谓未经授权存取资料 或改变资料 它可能不留痕迹 第三个 因为人工作业减少 你至于人工 所谓侦查这错误及舞弊 机会就降低 所以在设计或修改应用程式 或系统软体所发生错误及舞弊 可能长久存在而没有被侦查出来 这就是在电脑处理系统为什么容易发生错误 就它机率高于人工主要的 它有很多人工的审查机制就上升掉 当然它还有一些特性 我们看第五个特性 因为第五个特性就是交易由电脑自动产生 或者执行 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一化一化 其实就是用电脑 它一开始从源头就开始处理 一点进去 一输入之后 后面就可能爆被产生 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处理 没有经过人工的合约 所以这都是要注意 那再来一个 它的特性就是所谓我们讲的人工控制 有时候要依赖电脑控制 然后第七 第七是所谓它的特性 就是可以提升管理阶层监督能力 那电脑处理有它的风险 当然也有它的优 就是长处 就是提升管理阶层的监督能力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它的特性 利用它的特性来作为我们提升管理的东西 那当然最后 我们站在审计人角度上 我可以用电脑来辅助我们查合技术 在我们国内实务里面就有很多适用程度 你用电脑处理 当然我就用电脑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用电脑来查 所以我们在现行 其实在坊间我们国内就有很多 利用电脑的查合技术 尤其我们想抽样 以前人工抽样现在也可以用电脑抽样 这都是我们在电脑环境之下 它的一个特性以及它可能的风险 这个我们有了解 接着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在介绍这个讲师的第三个单元 就是电脑资金系统环境下的一个内部控制 我想谈内部控制 我们在人工作业之下 当然有很多内部控制 那电脑因为很多都是有 全部很多作业都在电脑里面作业 所以我们一般谈电脑的控制 大概大家知道 这分成两个部分 就所谓一般控制 以及所谓的应用控制 那在这里我们站在一个审计角来讲 那什么叫做一般控制 我们再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他讲所谓一般控制 假如涉及到所有电子资料处理的作业 就是一般概念中的一般控制 那仅仅是涉及到特定的会计工作 好 比如说我们讲的灯帐 分路的作成等等 这些好 比如账户的清单 新工表的编制等等 这就是我们讲的应用控制 好 我们就针对这两个部分 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那至于所谓一般控制 一般控制大概又分成下面这些 那所谓我们讲一般控制的目的就是 建立对电脑资讯系统作业的控制架构 来合理确保内部控制整体目标的一个达成 那在这边之下它大概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像组织及管理的控制 就是建立电脑资讯系统作业的一个组织架构 那下面又可以细分 第一个管理控制相关职人的一个政策 你程序你都要有这些所谓 第二个职能的适当分工 虽然它是一贯职业 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分工 交易的输入 程式的设计 以及电脑操作应该由不同人员来执行 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在所谓应用系统开发 以及维护控制的方面 那这里又可以分成几个系的部分 就是新的系统或更新系统的测试 转换 导入 以及相关文件的记录只要有 第二个应用系统的变更 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于系统文件的存取 那第四个所谓对外购 以及委外开发的应用系统 那对这些都要建立内部控制 才能确保我们的电脑运作 那么第三个部分就对于 所谓电脑操作控制 那对下面这些 我们都要建立所谓的控制程序 那现在第一个 系统仅仅在责任有授权的目的之下 才能使用 第二个 仅仅这个是吧 仅仅经那个授权人的人员 就是我们要电脑控制 责任有授权的人 才可以操作电脑 那么第三个就是 仅可使用经授权的程式 那么最后就是处理错误 可被侦测并更正 像这些我们都要建立一些控制程式 那么第四个部分 就是系统的有关软体方面的控制 一般可能针对这些 你都要建立所谓控制程式 第一个 新系统软体或修改系统软体 它的授权 它的核准 它的测试 还有导入 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一个记录 那么第二个 所谓经授权的人员 可存取系统软体 以及相关文件性质 这都要建立一个控制测试 那一般控制还有一个 就是资料的输入 以及程式控制 基本上要建立控制 要确保下面这两些 一个是输入系统交易 业经适当的授权 第二个就是 仅经授权的人员 才可以存取资料 以及程式 我想这一部分的 所谓一般控制 各位同学都非常了解 因为在电脑作业里面 就是说有权力的人 就是被授权的人 才能够进入电脑 不管是输入或取得电脑 它是基本的 因为在电脑处理 它的控制不像人工控制 它有一个分工 可是电脑是没有 所以它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般控制 下面我们看到 所谓应用控制 应用控制 应用控制一般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因为应用控制目的 在建立应用系统特定的一个控制程序 来合理确保所有的适当的授权 记录以及它的处理 它的完整 正确 以及我们在讲所谓的 叫做比较在及时的概念 就是要的时候马上就来 好 那至于所谓应用控制 大概分为这几个 最重要大家知道 就是输入控制 输入控制主要建立很多的 这个程序 要合理确保这些事件 第一个 交易于电脑处理前 业精适当的授权 那第二个就是 一个交易已经适当 转换为机器 可读取的形态 而且已记录在电脑资料档里面 第三个 所谓我们讲交易 它没有遗漏 虚真 重复 或不当更改情形 第四 错误的交易 业精拒绝 更正 如有必要 应及时重新输入 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些程序 要确保这些事情 不会发生 这在输入面 输入面要注意 当然 应用这些输入后 下面就是所谓讲的 第二个处理 及电脑资料档的一个控制 那这些要建立很多程序 要主要要确保 下面这些事情 要能够达成 第一个 交易 这里面包括系统自动产生交易 业精电脑适当处理 业精电脑适当处理 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没有遗漏 虚真 重复 或不当更改的情形 那么第三个就在处理所谓错误 业精辨识 而且及时更正 这是处理上的一个控制 那么应用控制 当然第三个部分 就是输出控制 那么在输出控制的部分 我们当然也建立很多很多的程序 要确保下面是第一个 处理结果的正确性 第二个是紧经授权的人员 才可存取输出的结果 第三个就是输出结果 及时提供以适当的权责人员 这个我们比较快速的 让大家先初步了解一下 所谓我们电脑的内部控制 不管是一般控制 或者是所谓我们讲的应用控制 基本上大家知道 电脑处理 我们从前面特性了解到 电脑等于算是 我们套具一般通俗化讲 它是一贯罪 当你资料输入进去之后 处理都在电脑里面处理 所以最后就是资料输出 所以我们在一般来讲 最重要就是资料输入那边 要避免发生刚才的材料问题 在输出的时候 资料也不能随便让别留 不能让别随便留 所以谁有权利去存去取 所以在电脑里面 可以强调的一个什么 一定要有被授权的人 才能去接触电脑 所以一般的 不管机关团体学校 我想一个电脑式 做业事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出的 不是随便人 尤其像好比是一个大的一个公司 然后他电脑是用 假设我们快递资讯 是用电脑处理 那快递是全部用电脑的话 我想他就不应该允许 随便人可以进去出租 或随便人可以去输入 那在快递作业里面 好比他要我们做分路的时候 他每家公司都有定 好比102年的联络结账 我到几月之后 就我们一般讲的关账 就电脑就关了 就是在这时间之后 就不经过 没有经过允许 没有经过有权 所谓允许的人 进入电脑去跟着 所以任何人 即使你平常是输入作业 分度 实体输入 你也不能随便进到电脑里面 去所谓做调整分度 或做跟着分度 这一定要经过有授权的人 才准许 他当事先一定有个审查 为什么要做跟着分度 为什么要做调整分度 为什么在当时 好比说我们电脑是 二月底就要截止 你二月底要把所有的调整分度 根据分度都要经过 全部都弄出来 然后经过一个核准 然后再输入电脑 那过了这些时间之后 你才发现说 我这还有比调整分度漏掉 还有谁需要更正的 还有什么特别 尤其那种特别的分度 你特别要注意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有理 平时能够接受电脑 或平时能输入人的输 一定要经过有权的 这是我想在电脑 处理账务的时候 处理所谓资讯的时候 这个基本概念 这是一个补充顺便 那么介绍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介绍 这个讲词的最后一个部分 也是评估电脑资讯系统 环境下的内部控制 大家都了解 当一个资讯处理 是用电脑处理 我们快递资讯 有电脑处理的时候 当然它有很大的变革 很大变革 它这个所谓分工的功能 其实已经没有了 当然它用另外的方法 来做一个防堵 虽然电脑资讯处理系统 但整个快递最可能有变动 可是从我们审计角度的 从技术层面那样 审计的基本观念那样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固然它会影响到 我们审计了很多的技术 可是基本的观念 基本观念是并没有变革 所以在我们讲的 电脑环境之下的 所谓内部控制 如何评估呢 我想过程还是 跟我们传统 人工作业方法一样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要去了解内部控制 了解内部控制 对于控制 内部控制的了解 我想我们从学审计 一开始讲到 一般公论审计准则总纲 第一号公报 其实就讲过 你在查一个企业之前 你必须要对它内部控制 叫做充分了解 用抽搭方式等等 去做一个了解 那当了解完了之后 当然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去做一个记录 我们讲过是 最好方式是用流程图方式 因为现在用电脑画 画流程图 其实更加方便 当然前面要配合 这个问卷调查 就是我们的问卷的方式 问卷方式 问卷和流程图 一个搭配 是可以记录 我们对它内部控制了解 所以内部控制了解 是第一个程序 不管你是人工作业 还是电脑作业 都是这样的 当然 假如是面对一个电脑作业的时候 你的一个事务所言 必须要懂得电脑人 就是我们讲 一般在事务所言 它叫IT人员 IT人员 就是尤其国内大型事务 他们有很多专门懂得 这个所谓电脑这部分的人员 他要去 这个我们讲 要参与 参与这边的工作 所以现在的审计工作 不是单纯说 我们学会计的 学审计的人员 实际上他要搭配 其他的人员去 尤其我们讲的IT人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 按照我们传统来讲 就是要进行什么 内部控制的抽查 也就是控制测试 根据我们过去了解抽查 抽查就是 我们选去很多样本来做 假如人工作业的话 你就很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可是现在 假如用电脑怎么办 用电脑的话 你怎么处理 其实面对这种 所谓电脑的一个环境化 我们在审计的技术 有所改变 审计观念没有变 审计观念没有变 那技术层面 其实有两个部分 据说第一个就是 我们讲 虽然你是面对的一个电脑 但是我不利用电脑 所以一种方法就是 不利用电脑来查 也就是我们讲 绕过电脑是你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这种方法 也就是请你把电脑里面的资料 用电脑运印出来 变成紫本 那由于紫本的时候 就如同是人工作业 产生各种纪录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就是肉眼可以看到的 整个完整的审计轨迹 就我们前面讲的 电脑环境的特性 是缺乏交易轨迹 假使用这种方式 交易轨迹就还是出来了 同样我们审计轨迹有 所以查人员 当然可以利用和人工处理 会计资讯完全相同的方式 来做查 所以这种查方式 就绕过电脑时期 其实和人工的 面对人工作业的方式是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 当然在这方面就变成说 我们对于电脑这部分 并不需要懂得很多 可以说你说 我不了解电脑是不是就可以做 其实从某种 你面对规模小了 其实可以 因为国内我们中药企业 很多时候是利用 坊间的快据软体 坊间快据软体 当然在国内局来讲 他认为这叫机器记账 实际上是电脑记账 因为它从资料输入 它是透过电脑 以及报告产生透过电脑 当前端 前端是资料输入 做分度的时候 它要有传票的影子 但是到最后 它会产生传票等等 一般人工作业在的时候 它还是存留在 存留在 可是一旦你面对一个 大规模企业 你叫它把所有的电脑 就快据软体 全部用印业数纸本来讲 那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可能要利用电脑 所以就是另外一种查额技术 就是我们讲利用电脑查额 那利用电脑查额 就是所谓穿过电脑神经 一定要进入电脑进去 那一般这种的查额技术 大概采用很多的方法 好比说试验资料 或者是控制程序 处理程序 就是我们讲控制处理 还有平行模拟 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 前阵子所谓高速公路通行的 ETEC这个案子 里面其实有报告过 他可能就没有做 所谓这个这方面的处理 好比说平行模拟 当然当时还有人认为说 这个全天免费 实际上他们就错 我们要测试它 到底它的这个系统 是不是完整 你必须要让它能够作业 假设你全天免费去行驶的话 那根本就没办法测试 所以你一定要给它时间来测试 那这就是讲的这种方法 那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介绍一种叫做平行模拟 平行模拟的意思就是刚才所讲的 是由一个这个审计人 是自己炒离 就是模拟一套的方式 好比说我自己去 自己去制造些某种分度 然后我们照着结果 然后我进到你的电脑系统里面 来去run一遍 那这个结果是不是跟我是一样 那所以一般来讲 所谓的平行模拟 平行模拟就是怎么做呢 它的这个作业 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确定所谓想要验证的 它的应用功能要确定 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它的处理逻辑 就是他们受查者 他们的电脑处理逻辑 第三个要确定输入资料 以所所用的所谓资料 它的输出的结果 第四个要应用审计的一个软体 来确定处理逻辑上的一个处理过程 那在下面就是要应用确定后的 一个输入的资料 以输出结果 对于委托人的系统 以及所谓模拟系统执行的操作 最后要做追踪以及查验的差异 那看了这些之后 它操作的步骤之后 各位就想象到 假设你要利用电脑来查核化 你的电脑必须了解 假如你不懂得电脑 你想想看你怎么去查别人 所以我刚才讲过 那面对一个大规模的企业 你必须要有IT人 就是电脑层次设计的人 和电脑懂得电脑的人 要进行 要配合我们所谓一般讲的审计人 要一起进行查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抽查 当然最后就进行到所谓评估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评估 当审计人了解以及抽查内部控制之后 也就需要评估内部控制 这样来决定内部控制 可以信赖的一个程度 那么审计人就依照评估内部控制的资料 来决定我们的审计计划 使得财务报表达允荡心理意见的时候 有一个强力的一个依据 我想这都是我们基本的概念 所以我讲利用电脑来处理 所谓快捷资讯 处理财务资讯 那站在我们审计的角度来讲 它基本观念并没有变动 只是审计的技术有所改变而已 其他并没有 并没有什么太大更动 当然这个讲识 基本介绍是一个观念性问题 那详细的各位可能还吸着很多电脑的知识 那么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来介绍这个讲识的最后的一个重要观念 就是查合方法应该随着会计处理的方式而改变 查合方法要随着会计处理的方式而改变 简单讲 它会计处理方式改变 你查合技术就要跟它改变 虽然我们国内中小型企业 它还是可以有资本的存在 当然你还是可以用人工作业方式来出 但是你面对一个它没有办法 它要列印出资本的话 实在很浪费的话 你必须要用电脑技术 有些要自行要开发 对于中小企业 我们国内还好 有些外面的一个电脑执行公司 它会设计 会开发出很多审计技术 供我们去使用 所以在我们国内 其实这方面都能够随时去改进 所以与时俱进 这是我们这一讲识最重要的观念 好 那么整个我们审计学就介绍到此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